提多书 提多书第一章 神的仆人 耶稣基督的使徒保罗 凭着神选民的信心 与敬迁真理的知识 盼望那无谎言的神 在万古之先所应许的永生 到了日期 借着传扬的功夫 把他的道显明了 这传扬的责任 是按照神我们救主的命令交托了我 现在写信给提多 就是照着我们共信之道 做我真儿子的 愿恩惠平安 从父神和我们的救主 基督耶稣归于你 我从前留你在克里特 是要你将那没有办完的事 都办整齐了 又照我所吩咐你的 在各城设立长老 若有无可指责的人 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 儿女也是信主的 没有人告他们是放荡 不服约束的 就可以设立 监督既是神的管家 必须无可指责 不任性 不暴躁 不阴久滋事 不打人 不贪无益之财 乐意接待远人 好善 庄重 公平 圣洁 自持 坚守所叫真实的道理 就能将纯正的教训 劝化人 又能把争辩的人 搏倒了 因为有许多人 不服约束 说虚空话 欺哄人 那封歌里的 更是这样 这些人的口 总要堵住 他们因贪不义之财 将不该教导的 教导人 败坏人的全家 有克里特人中的 一个本地先知说 克里特人常说谎话 乃是恶兽 又缠又懒 这个见证是真的 所以 你要严严地责备他们 使他们在真道上 纯犬无辞 不听犹太人 荒谬的言语 和离弃真道之人的诫命 在洁净的人 凡物都洁净 在污秽不信的人 什么都不洁净 连新地和天良 也都污秽了 他们说是认识神 形式却和他相悖 本是可憎恶的 是悖逆的 在各样善事上 是可废弃的 提多书第二章 但你所讲的 总要合乎那纯正的道理 劝老年人 要有节制 端庄 自守 在信心 爱心 忍耐上 都要纯犬无辞 又劝老年妇人 举止行动 要恭敬 不说谗言 不给酒 做奴仆 用善道教训人 好指教少年妇人 爱丈夫 爱儿女 谨守贞洁 料理家务 待人有恩 顺服自己的丈夫 免得神的道理 被毁谤 又劝少年人 要谨守 你自己凡事 要显出善行的榜样 在教训上 要正直端庄 言语纯全 无可指责 叫那反对的人 既无处可说 我们的不是 便自觉羞愧 劝仆人 要顺服自己的主人 凡事讨他的喜欢 不可顶撞他 不可撕拿东西 要显为忠诚 以致凡事尊容我们 救主神的道 因为神救众人的恩典 已经显明出来 教训我们 除去不敬钱的心 和世俗的情欲 在今世自首 公义 敬钱度日 等候所盼望的福 并等候 至大的神 和我们救主 耶稣基督的荣耀显现 他为我们舍了自己 要赎我们脱离一切罪恶 又洁净我们 特作自己的子民 热心为善 这些事你要讲明 劝诫人 用各当权柄责备人 不可叫人轻看你 提多书第三章 你要提醒众人 叫他们顺服做官的 掌权的 遵他的命 预备行各样的善事 不要毁谤 不要争敬 总要和平 向众人大显温柔 我们从前也是无知 悖逆 受迷惑 服侍各样私欲和厌乐 长存恶毒 嫉妒的心 是可恨的 又是彼此相恨 但到了神 我们救主的 恩慈 和他向人 所施的慈爱 显明的时候 他便救了我们 并不是因我们 自己所行的义 乃是照他的怜悯 借着重生的喜 和圣灵的更新 圣灵 就是神借着 耶稣基督 我们救主 厚厚浇灌 在我们身上的 好叫我们 因他的恩 得称为义 可以凭着 永生的盼望 成为厚四 这话是可信的 我也愿你把这些事 切切实实地讲明 是哪些 以信神的人 留心做正经事业 这都是美事 并且与人有益 要远避 无知的辩论 和家谱的空谈 以及纷争 并因律法 而起的争敬 因为这都是虚妄无益的 分门结党的人 警戒过一两次 就要弃绝他 因为知道这等人 已经被盗犯了罪 自己明知不是 还是去做 我打发亚提马 或是推击鼓 到你那里去的时候 你要赶紧 往尼哥波利去见我 因为我已经定义 在那里过冬 你要赶紧给律师 希纳和亚波罗送行 叫他们没有缺乏 并且我们的人 要学习正经事业 预备所需用的 免得不结果子 同我在一处的人 都问你安 请代问那些 你有信心爱我们的人安 愿恩惠 常与你们众人同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